当年顺庵公主仰慕魏将军的英姿 日日跟随在身后便学会了这套剑舞 说是要表演给魏将军看 那都是我娘过去的事了 不过说到魏将军 不知魏将军的女儿 可有什么要表演的呢 小姐怎么办 来者不善呢 小姐这摆明了就是一场红明宴呢 太欺负人了 怕什么 嫌妃这般为难我 难道是为了 嫌妃娘娘 那臣女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她这个衣服好好看啊 不许你说她衣服好看 我说你遗失了 他将军看了 我指的女子 牙子 我这张静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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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把衣服穿上 小心染上风寒 贤妃娘娘 方才臣女现丑了 花仙主刚才跳的是什么舞啊 回贤妃娘娘 臣女跳的叫做面舞 为何叫面舞啊 不知娘娘有没有注意到 方才那批驳曾无数次 从大家面前扶过 却没有打到大家的脸上 却没有打到大家的脸上 却是服装 却是服装 还有刚才那支舞 真是让本宫大开眼界呀 真不知道魏将军怎么生出你这样的女儿 真的很烦人 一点魏将军 一点魏将军当年的风采都没有 是啊 臣女天生命苦 打娘胎中 就随娘一起去了战场 不像嘉敏郡主 于玉京风花雪月 拥有公主殿下 和尚书大人的保护 本郡主再怎么风花雪月 也比你就拿几个大饼 换走我们家那么多珍宝墙吧 灵灵 可是臣女所送的烤饼 的确是臣女 从边关带回来的心意呀 贤妃娘娘 臣女也告退了 如此伶牙俐齿 但是倒是想看你了